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是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出生在此时自带富贵运 生活中人人都希望自己命好有富贵命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其出生时间略至一二 不同的出生的时辰日期月份年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那么什么时候出生命运最好呢 下面小酱汁详细为大家分享 一出生时辰 一饮食三到五点 饮食的人是一个家中之风 精明能干思维敏捷 不断会帮助整个家庭越来越好 还能添加整个家庭的财运 在命理格局之中 饮食的人属财 不仅只是帮助家庭的财运 还会增添整个家庭的福气 只要家里有这个饮食的人 发大财是必然的 常言道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正所谓吉祥之人 不仅会集自身 还会催忘家运 催忘家人 二 四十 九到十一点 四十的人非常的忠诚 做事也非常的有头脑 无论四十的人家庭条件如何 都能够从他们这一代 开始振兴家族 出生就带有很好的福气 未来更是有着无限的可能 而且他们还非常的体贴家人 家庭运势会越来越旺 生活更会幸福至极 人的一生都需要有家人在左右陪伴 父母从小就把我们养大 是至亲 对象陪我们走完余生 是知爱 孩子是我们的心头宝 三 五十 十一点到十三点 五十出生的人 从出生开始 便开始忘运父母 带鬼家运 整个生活因他的降临 而变得越来越好 而如果家中有这么一位 五十出生的人 可以说是子孙后代的一大姓氏 他们不仅在事业上 能闯出一番天地 还能够采望后世三代人 一家子都生活在富贵之中 人人都想家里有比较好的财运 只要运势平顺 很快就能实现风水轮流转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 只要家里有五十出生的人 早晚走大运 迟早都能大富大贵 四 叙时 十九到二十一点 叙时的朋友 命格为财禄格局 他们时运旺 家庭里有这么一个家人 能够给全家带来旺财之气 加上喂食的人 大多数都很重感情 有钱了 也愿意拿出来分享 只要他们富贵了 必定能够带全家一起享福 所以一家人里面 有喂食出生的人 这家必定是日子越过越红货 越过越富有 二 出生日期 一 农历初一 由于农历初一是每一个月的开始 因此初一多数时候会是一个好日子 出生在农历初一的人 通常命中含有深厚的福禄 并且一生中能有很多贵人帮助 即便遇到很多困难 也可以迎刃而解 在事业上 他们也能够得到极好的发展 前途一片光明 他们不仅本身运好 并且他们身边的人 也会在其福音下 凡是一切顺利 是典型的上等名 二 农历十三 传说中农历的五月十三日 是造王爷的生日 所以在前些年 老人们会在五月十三日 供奉老人 其实十三日这一天 这一天都是非常好的日子 在这一天出生的人 他们一生大富大贵 衣食无忧 从小就锦衣玉食 但是他们做事踏实 性格沉稳 从来不会焦躁 所以他们厚极薄发 在中年时期 他们神采飞扬 喜气洋洋 家中横采不断 八面玲珑 凭借自己的雄采伪略 竟盈满仓 三农历十八 在中国传统中 数字八由于谐音 一直被人们认为 是发大财的象征 农历十八也被认为 是一个吉日 出生在这一日的人们 天生财运强盛 在事业发展上 有很强的天赋 并且他们为人很大方 重情义 因此身边的朋友 也十分多 深受朋友们的喜欢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充满欢乐的 四农历二十九 农历二十九几乎处于月末 出生在这一天的人们 往往具备很强的投资意识 善于把握财运 他们懂得怎样去运用 现有的财富 去赚取更多的财富 有让钱生钱的意识 因此在这一天出生的人们 往往一生不用为金钱贩愁 在这一天出生的人 大多都是富贵荣华之命 一生锦衣玉食 好运连 三 出生月份 一 农历三月 正所谓阳春三月 出生于农历三月的人 命中藏财 和钱财的缘分 比一般人深厚多了 大多出生在富贵之家 家境非常好 虽然是富家子弟 却从来不挥霍钱财 他们有着执着 不断进取的精神的他们 注定了他们这一生 将会不平凡 必定大富大贵 他们不仅一辈子不缺钱花 而且还能收获美满的婚姻 二 农历五月 农历五月出生的人 他们性格比较内敛 不怎么爱说话 也不和别人交流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阻挡不了他们的好运势 他们生来 就伴随着好运气 不管做什么 都一分丰盛 能够心想事长 想啥来啥 进入社会后 他们虽然一开始不太适应 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 他们渐渐熟悉了 自己的工作环境 很快就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试图一片光明 三 农历八月 农历八月正值中秋佳节 在这一个月份天气渐凉 虽然人的心情 会感到有些悲凉 但是对生活仍然会充满着期待 因为农历八月象征着团圆 在这个月份 大家都会共度一个良好的中秋佳节 而出生在农历八月的人 天生命格比较圆满 他们这辈子没有任何的大灾大难 也极少有挫折 所以他们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和平当中度过 并且由于他们命中有财神爷的庇佑 所以三十五岁前 他们大多数人都能够当富豪 过上幸福的日子 四 农历十二月 十二月生人是一年中财运最好的人 瑞雪照丰年 时节望命运 随时出生的人福气极望 命中水气极盛 主灾难化解 福源相随不离身 成年后多数能够成就大业 稳步发财 人生前途无量 能在三十二到三十五岁 这个人生的黄金时期 发家致富 收获幸福 报得家人归 挤得贵子来 一辈子下来 圆圆满满 财不缺 贵不缺 福兴命运惹人羡 四 出生年份 一 尾树林 尾树林那人个性温和 广结善缘 异性缘也很不错 在理财方面非常有天赋 因此你的财富 一直都是稳稳攀升的 你不仅工作能力好 赚的也很多 自己也很懂得分配金钱 知道要如何投资运用 因此一生不需要为金钱烦恼 中老年之后 更有一笔 为数不小的财富 可以让你维持一定的生活品质 感情方面 你就要多愁善感 不容易拒绝他人 在不了解你的人眼中 有点不专情 可是你一旦爱上 就会死心塌地 只要跟恋人相处和谐 不排除很快就会进入婚姻 婚后和谐愉快 是人人称献的一对伴侣 二 为数五 为数五的人很有魅力 意志力也很坚强 不畏惧吃苦 遇上困难 总是能够越挫越勇 积极向上并追求完美 这样的特质 在工作中会很有助力 即使年轻时 运势不是那么的好 也可以随着一次次跳槽 而增加自己的筹码 一步一步爬向顶峰 婚姻方面 你的桃花很旺 能在众多人选到 那个最适合你的人 两个人和和美美 三 尾数六 尾数六的人通常说话很快 口才也算不错 但因为心直口快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容易有犯小人的问题 要留意口舌是非 少谈八卦才是上策 你的人缘不错 即使比较适合业务的工作 可帮自己赚入满满的财富 需要注意的是 你过于看着爱情 容易因感情不顺 而耽误事业前途 要学会放下跟原谅 这是你在爱情里的课题 婚姻方面 你对另一半的品行很要求 希望对方有值得给你学习的特质 夫妻一同成长 拥有共同的兴趣 四 尾数八 尾数八象征着发 这个年份出生的人 他们都拥有好的福气 更有与生俱来的财气 而且大多出生在 家境优越的环境中 能够得到父母的帮助 拥有不错的人生 特别是残孕方面 一路畅通 能够掌权我财 无论男女皆有富贵生活 出生始绽 虽然决定一个人的运势 但最终能不能享福 也是要看后天的因素 只要我们平时生活中努力 那么不论出生在什么时候 都能够有富贵生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